我们想一方面是援助受害的孩子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还希望能够以司法的渠道来援助这些孩子 就是把他纳入到司法的渠道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既能解决问题 又能够以司法的方式解决问题 实际上对法治有贡献 所以我们一开始推动赔偿方案的出台 同时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到最高法院起诉 代理了一共前后最多的时候 代理了四百多个受害的孩子 到最高法院起诉 但是呢 起诉了三次也都没有受理 后来有分头到地方起诉 还是很少的受理 极个别的受理 受理了有的没有开庭 有的开了庭也没有判决 你觉得这个主要的障碍 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把很多的事情了 它是以一种惯性的 以一种政治化的处理方式 非法治化的处理方式 就是一些长官的意志 他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他们内部跟一些企业一勾兑 一协调 然后呢就做出一个方案 没有丝毫没有考虑到 这些受害者他们的状况 而且他们也没有法治意识 也不愿意把这个事件 纳入法治的轨道 最后我们这一群法律人的努力 最后就非常的艰难 我们是谁 我们是对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还有美好愿望 必须监负责任的公民 无论经历多少挫折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相信未来 以理性建设性方式 推动中国进步 回首2010 我们怀了感恩的心 2010年1月 我们开始教育平等的努力 帮助那些 父母在北京公教 生活却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 在北京正常读书和参加高考 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计划 第一阶段是实现小学生初中的平等 2010年6月之前 由北京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 可以参加电脑派位 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有两三亿城市新移民 仅在北京 2001年没有北京户口的 北京常住居民 是700多万人 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中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回到原籍 已经是输入地的新居民 我们在工作地居住纳税 然而我们的孩子却无法在此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 依法审查查明 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间 被告人许志勇利用教育平权话题 单独或者伙同王公权 丁家席等人 组织策划 煽动他人 实施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1.2012年7月5日 在被告人许志勇的组织煽动下 百余名人到国家教育部门前聚集 我早就说过 我说他想找徐队勇犯罪 其实他没有找到 最初是1年11月 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徐队勇利的 说明这个政府对徐队勇一直是身怀敌意 认为他是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是对执政党不满的 但是呢经过了一年多的秘密侦查 这个什么钉梢和这些手段全都用上 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但是呢这个风已经放出去了 他们还是要抓人 抓人总要找理由 就找了一个当初对丁家席他们这些人 是用这个非法集会罪 就说你们在习丹搞什么条服 要求官员产产产公开还搞演讲 这就叫非法集会 他们是以非法集会罪 给抓的 抓了以后又觉得非法集会 其实也整不到徐阵勇 因为非法集会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必须 你说多少人的集会叫非法集会 再一个就是非法集会 必须是有阻碍 抗拒工作人员现场执法 那徐阵勇从来都说 我们不要和警察发生冲突 你靠这个非法集会罪 能不能把徐阵勇给定罪 这确实是就至少没有这方面证据 最终他又改罪名 就改叫聚众扰乱公共场所自许罪 这个罪名一遍再遍也反映了 他不是说因为徐阵勇有罪 而是说他们一定要把徐阵勇整成有罪 又去找理由 但是最终他找到的一些理由 也是不能成立 你知不知道谁今天就是谁啊 许志勇 许志勇是这个民族的良知 最勇敢的人 他要求官员财产公事 要求教育品 就是推薦人员也能上学校 对 他就这样就把他抓起来了 是啊是啊是啊 他的宪法三十五条在哪里啊 他就是用这下位法强奸宪法 流氓倒架了简直 上进天良 作为一个北京民众 你对这场审判有什么看法 我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要审判他 这是一个我们民族的良知 谁都知道他是法学博士 什么事情都清楚 把这样的人投入监狱 你说他们这是上进天良啊 今天他为我们孩子的教育公平 居然货罪了 有这样的怪事吗 全世界有吗 他找乱了哪个秩序了 找乱了谁的 我们就是社会 我们就是人 找乱了哪块秩序了 所以说队友们法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谁说我来声援许日勇来了 被社会进步图有 他就应该无罪释放的 他没罪 你觉得打的那个安定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安定的就是比较什么的呀 如果现在这种审理法 肯定不公平 这个审理应该公开的 现在的审理等于是秘密的 让社会公民不清楚 这是什么结果 这种结果 永远是不公正的 肯定的判决对徐柔不利 你不公正 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今天来这里 我就是想听听来 就想参加这个当天 想了解案件的审理过程 因为他是公开审理 为什么不要进去呢 自损为便衣警察太多了 可能连门口都不走过去 祝元长互故 featuring 有一位 其实昨天,昨天我是很难受的,他说,他不讲话也就不讲话,昨天在法庭中他一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么长时间这种坚持,其实他的愿望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共同的愿望,他想做的事情也是我们都想去推动,但是大家都没有这种勇气,只有他站出来。 我们尽管帮他,但是他承受的这种压力和痛苦,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分担的。昨天在法庭上,他那么一讲,就讲他的这个,四年以来的过程,都也是控制不住的,真是控制不住的,当时也有了。法官也说了,到最后,法官说,张律师,你怎么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我说,你们可能觉得这不是多大的事,但是对我来讲,想到大家的同样感情,想到,确实,这个是很难受的,这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 其实人们真正的了解新公民运动,我想,应该是这次审判。 徐志勇的这个被打断的演说词,真是非常漂亮。 我是听到了一些,甚至是体制内的一些人说,他们会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他们甚至很意外,就是,不曾想过呢,就是,被政府严加,这个防范,狠狠打击的公民运动,弄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谢谢。 谢谢大家